嗨 您现在正在收听南半球最有影响力的华语电影节目 大话说电影 我是你的主播老张 我是主播包子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回到我们大话说电影节目 这是我们第318期 是的 这是我们9月份的第一期节目 9月份好像过得很快 一下子就9月份了 然后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是 27号是我们大话说电影的生日 这是多少个年头了 7年了吧 7年了 包子养了没养啊 抠脚不停 我说实在的本来是没有怎么养 但是就是上个月月底到这个月的月初真的有点养 就感觉没什么电影看 没什么电影想去看想去聊的 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发现了这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善良的种类 kind of kindness 这个片子上网络平台了 说真的这个片子一下子就从我这边经过了 我都不记得他在我们澳洲这边电影院有上过 是不是没有在我们澳洲这边上 是直接就是进了网络平台了感觉是不是 是的 这个片子并没有就是进特别大规模的进电影院 他其实是在今年6月末的时候吧 就开始进各个小电影院去进行电影 因为像这个导演的话 他是宠儿和可怜的东西的导演嘛 所以说呢就是从前面几个电影过来的话 他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属于非常另类 非常诡异很怪异的这种这种口味 所以说呢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在什么凯恩各种各样电影节吧 就是说这样就流行了一段一段时间 然后呢大概在8月末的时候上的网络平台 没有进电影院我在澳洲没有见到过 对我也是这个感觉 这部片子因为我记得是就在澳奖那个时候 就经常听这几个演员啊导演啊 他们在宣传这部片子说啊 这个片子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出来了 所以因为澳奖那时候可怜的东西就是身世还是挺大的嘛 所以就挺期待这部片子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然后突然之间就在网络平台上面看到了这部片子 也是挺惊讶的 那所以我因为当我在网络平台上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 其实我对这部片子 除了澳奖那段时间他们在宣传这部片子之外 我是一点了解都没有的 你看这部片子之前的话 对这个片子有什么了解吗 不是一点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平时跟老张你还不一样 就是我呢 对电影新闻相对来说关注的没有那么多 就特别是属于那种像导演啊 演员啊 他们在就是给自己电影做宣发的时候 有很多那种像采访啊 上新闻节目啊 这些东西 我感觉好像你对这些东西的了解和对这些东西的覆盖面呢 就是比我要宽很多 我很多时候呢就是读一些 就是各种各样的网站上面的一些新闻的这些小帖子啊 什么这些这种方式去了解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像这种他们随口提一下啊 或者说啊我们另外有个节目在做啊 这个东西的 对于我来说 基本上是没出现在我视野里 而且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导演呢 Yorgos Lathimos 他说我并不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高产的电影人嘛 所以说我在脑子里面期待他下一部片子应该在明年后年跟我见面的 所以你跟我说这部片子出来的时候 说实话我是非常惊讶的 我们那个消息都不一样 也说明了我们两个人工作的这个状态不一样 你是很认真工作的 只能看看这些文字的新闻 我是上班时候就YouTube是 八个多小时上班就是一直YouTube从来没有停过的 那你时间比我灵活 你时间比我灵活 那我不知道你啊 我看这部片子看的时候 我是挺惊讶的 就是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是看待这部片子 我反正第一个故事说完了 然后紧接第二个的时候 我本来还是以为是有一个连续性的东西 就是我没把它当成是三个分开的故事 我以为就是一般性 它就是第一张叫什么名字 第二张叫什么名字 第三张叫什么名字 我是这样去看待的 所以他这个里面说到第一张叫 Death of RMF 第二张叫RMF is flying 第三张叫RMF eats a sandwich 是吧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是三张 不是三个不同的故事 然后可能第二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特别搞不清楚了 这个人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了 因为第一部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些人名叫什么 所以就是在第二个故事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我还在看前面一个故事的延续 这是突然之间变了前传还是怎么样的 我就特别看不懂 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 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工作他们的人物性格什么的都不一样了 其实同一个演员班子演三组完全不同的人物 对 这又跟以前我们很多就是看一个大电影 但是是从几个不同的电影串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那些什么情人节什么的这些电影 是吧 或者是那个 跟那些片子还有点区别 对那些故事其实它还是会串联到一起的 就这些人互相又认识什么的 而且是不同人演的 这三个故事是完全这一批演员演的 就是让我看的时候困惑感特别的强烈 就是在我们深挖这个片子之前 还是给一些听众朋友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片子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片子并不是进电影院大规模的 像这种异形新片子之类的 就是朋友们可以在电影院里面很容易的看得到 这个片子叫善良的种类 他的电影制作导演编剧其实都是他 Yorgos The Themis 算是最近比较当红的一位电影人 因为他过去的两部三部作品 第一部是《龙虾》 2015年还是2017年时候的作品 那部片子其实也是他第一部英文作品 之前他其实更小众的 《龙虾》之后他出了一个宠儿 在这个奥奖上得到了非常大的观众 然后去年可怜的东西 也是跟艾玛斯东合作的 基本上就是说奥奖拿奖了 最近这段时间 他是属于非常红的一个电影人 这是他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第四部作品 这个人的风格 基本就是属于比较另类 比较怪异了 我们可以从像宠儿 可怜的东西观察到 他作为电影人的话 他的电影语言和他作为题材的选择方面 有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今天说这部《善良的种类》 这个片子它其实有点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全长故事 像老张刚才已经提了 它这个故事其实是分成三节 这三节是基本上属于 三组完全不同的人物 三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但是这三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是由同一组演员来演的 所以说你看第一个故事的时候 是这一组人 艾玛斯东啊 还有那个叫什么 William Dafoe Chessy Blumens 对 就是这些人在演第一个故事 然后第一个故事结束了之后 这一组人马就转身 换了扮相去演第二个故事 然后第二个故事演完了之后 又换了扮相去演第三个故事 所以你在看这三个故事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就是说 同样一组人转来转去 有些时候就是会确实是觉得有点分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而且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像她这个片子吧 因为她不是拍我们身边的普通这种特别写实的人物 就在我们身边的这种故事 她拍的都是属于比较诡异的 比较悬疑式的 让你不知道就是这个故事往哪里方向去发展的这种故事路线吧 所以说三个故事都是这样 你在看到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时候 第一个故事结束了 你自己精神上还有这个惯性要继续往前看 那下面后会怎么样呢 你还有这种期待呢 但第二个故事开始跟前面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重新去投入这个电影人物 让你找到自己往什么方向去关注 这个故事的世界观到底是怎么设定的 所以说这个片子重复三次这个东西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其实是一个门槛相当高的这么一个体验 而且就是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三个故事 可能只有第三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 前面两个都不能说是个完整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要去做一件事 这件事做完了 但是前面没有 后面也没有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一段 就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只是故事中的其中一段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我这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电影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电影 就你说他之前这种可怜的东西 宠儿或者怎么样的话 至少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人物是很完整的 就是从头到尾 这个事之前发生了什么 之后发生了什么 都是有交代的 在这边的话我就看的 说实在是挺不舒服的 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子 而且就是会去看这部片子的 其实已经是很文艺青年的文艺青年了 是吧 就像蓝蕃蜜你 但是这部片子 就是我看这个烂蕃蜜上面评分 就文艺青年来说的话 对这部片子评分都是非常两极化 观众评分是48% 也就是说一半人以上的 还是给这部片子打不及格的 就烂蕃蜜的评分 其实跟我们的优良中差其实差不多 就是优良中都是及格的 差是不及格的 就是烂蕃蜜上面就是及格和不及格 所以就是一般人 主要如果觉得这部片子是中等的 它都是一个良的评分 所以就说有52%的人 是觉得这部片子是个差片的 是这样一个评分 等于是 我是这么说 就是像拉斯莫斯 因为它前面三部片子在奥奖都得到了关注 而且又就是越来风头越正 所以现在我们以前曾经说过 就是说好莱坞大导演的话 基本上是给你拍一部 给我拍一部 给你拍一部 给我拍一部 这部片子应该就是属于它拍给自己的片子 而不是说它拍给电影公司的片子 而像它的片子 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容易叫好不叫做 就是说实话 像可怜的东西 宠儿这些片子 它里面是商业性的成分其实是相当低的 如果要是说这些片子没有得到奥奖的关注 在奥奖的风头上面进入电影院的话 那么可能是它在电影院里面的票房 连它的成绩的一半都达不到 就是说它的片子基本上就是这样 而且就是像这种非常自我 非常有题材风格的这种电影人的话 它做出来的东西 大多数时候也不是给主流观众看的 像它现在到了这个地位了 电影公司可能是对它要拍什么片子 也没有办法指指点点了 它基本上现在这个位置就有点像 Denise Villeneuve或者是像昆汀 或者是像诺兰 跟这些导演差不多了 就是说它决定拍什么东西了 电影就是投资人想进来指指点点 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小 这样对于它来说呢 就有可能就进入了那种 我们以前叫做Wooley Allen Syndrome 就是因为它自己在自己这一块过于舒适了 所以说呢就是其他人给它的 它就非常非常自我拍片子 别人给它的就建议 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特别好啊 对于它来说 可能这些东西都越来越少了 那么它有可能变成了一个 自己顾不自封的这么一个环境 只是做自己想拍的东西 而对观众的体验啊什么的 关注越来越少 那么现在它就是第一个片子是这样子 我们不要着急 下一个片子看看怎么样 这部片子呢指定是门槛非常高的 我跟你说为什么门槛非常高 大多数的人呢 首先呢对它这个片子题材选择啊什么的 可能不会不会喜欢 第二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片子是特别长 这个片子两小时五十分钟 两小时四十五分钟 就是说这三个故事 每个故事都有五十分钟的章节 我给你解释一下吧 我们以前看过九号密室 说过九号密室的片子 九号密室里面呢就是说有两个主要演员 每一期都出现 每一期里面呢他们拍的人物 他们自己演出的人物都不一样 我们现在看这个片子呢 感觉就像是三部九号密室的剧集 把它缝在了一起 让你连看三集九号密室的片子 其实就是这个体验 因为第一部 它就是五十分钟能展开的程度并不大 但是你感觉好像是已经展开到一定程度了 说到一个地方 它就必须得停了 因为它篇幅也就是这么长 然后呢你要重新去投入第二部分 而它每一个段落 其实都投入的非常辛苦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像什么Love Actually 就是真爱无敌啊 这种片子 是非常容易看的片子 它这个片子确实是让你觉得 很多东西不解释 让你自己在世界观的背景里面 慢慢去摸索 那么这三集都看下来的话 你在精神上一定是非常疲惫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 现在在网络资源平台上面有的话 这挺好 这样你可以看一段 然后休息一下再看第二段 不然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累 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第三段的时候 真的就是已经对背景上面的东西 你已经没有那个精力去继续去观察和捕捉了 这个东西门槛太高了 第三部对我来说还是还好 就是第二部 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同一个故事 那个点是挺累的 说实在的 而且这三个故事的人物都不是特别有代入感 就是你平常的 你过平常生活的人很难 代入到这些人物关系 人物性格中去 这点我觉得是可能 就是跟你前面说什么 Love Actually 或者是Valentine Day 这些电影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在看非常极端的这种人物关系 人物性格的这种东西 这部片子最早是五月份的时候在Ghana电影节上面放出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影评人说 这里面Jesse Clement的三个表演 其中最少有两个是可以拿最佳男主角的这种表演 我看完了这部片子 我真的觉得是 Jesse Clement是毫无疑问的是第一主角 就是说这部片子 虽然大家可能知道这部片子都是通过导演或者是Emma Stone 但是真的这部片子的主角是Jesse Clement 而且他在里面的表演 真的是很到位 但是我每次看到他我都想笑 他长得特别给人有股喜感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因为长得像Matt Damon 然后Matt Damon之前又跟Hong Chow一块演过 就是把人变小 为了节省资源把人变小过生活的那部片子 所以当我看到他和Hong Chow演夫妻的时候 我就马上跳到那部片子上去了 然后就接下来的每个镜头 你都把他跟Matt Damon去做比较了 Jesse Clement是我最近这几年在好莱坞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实力非常强的一位演员 资源也特别好 对对对 而且就是说他资源好 他这个能力有足够的体现 以前的话有一位叫做Philip Hoffman 但是那位挂了 离我们而去了 那之前就一直以为 就是他这个形象可能就是说 Philip Hoffman算是这个类型 外形的演员里面 就是属于演技最高的 虽然说看起来好像胖胖的 人畜无害的 但他也可以演坏人 他也可以演疯子 他也可以演非常不切耳的小角色 这个戏路特别宽 但是呢 Philip Hoffman不在了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感觉好像是Jesse Clement 直接就走到他这个位置上去了 就是说他还没有拿奥奖 他只不过是到目前为止只是拿了奥奖提名 但是我觉得就即使是这部片子不能给他带来奥奖的话 那么就是他离奥奖的距离并不远 这部片子里面的演员阵容非常非常强 像Emma Stone已经拿了奥奖了 然后后面的像Jesse Clement 然后再加上大服输 然后再加上那个哄窍 他们都是得过奥奖提名的 而且在这个片子里面 说实话 如果是我是一个演员的话 不管这个片子到底对于观众来说好不好看 如果是我是一个演员的话 可能我会梦梦以求这种片子的演出机会 因为 因为你想演这个群P的戏是吧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就是说这个片子呢 就首先是他这三段 给每一个演员带来的人物角色 性格跟前面另外两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一个片子里面可以过演三个人的影 第二呢 这些人呢都是性格比较极端 性格比较另类 然后就是说并不是很简单 那种招人喜欢的人物啊 或者是就是身边的人物啊 并不是这种人 而是都是非常非常极端的 这个演员在吃他们自己的人物角色的时候 就是带来了很多味道 让你有非常强的发挥能力 能够发挥自己演 就是演技能力的上限 而且我相信像导演的话 对他们的这个指指点点 也其实是建立在这些导演的 就是这些演员的本身的这些表演能力上的 所以说这个电影 就是即使是给某些观众带来的非常痛苦 或者非常辛苦的这种观影体验 但对于演员来说 其实应该是演的非常非常过瘾的 是就像前面说的 就是像现在这个导演他 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电影公司 随便就让他去做 就是没有办法对他指指点点 我觉得他和其他那些几个大导演比起来的话 他还没做到这一点 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带来票房 然后他电影也没有拿奥奖 虽然拿了提名 但也没拿奥奖 所以他的地位还是不同的 但是就像你说的 这些演员是特别愿意跟他合作的 因为他做的戏 能体验到的东西是 其他导演拿不出来的东西 对 所以就所以这些 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些演员 那么愿意跟他去演这些戏 所以你看那个 William Defoe和Emma Stone 都是那个可怜的东西里面出来的 就连续跟他做了 就是这几年都在跟他做戏了 等于是 是吧 然后Hong Chow也是就是去年 那个奥奖有提名的 是吧 所以都都在这个块里面 对对 Jesse Plano的话 今年除了这个戏之外的话 之前那个内战 美国内战里面 他做了一个客串式的表演 但是整部戏里面 最惊讶的一个角色 所以今年就是这两部戏 真的把他 这个身价提高了不少 我觉得应该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两兄弟俩 他是弟弟 然后哥哥是卷服 那部片子叫什么来着 Power of Dog 对 那部片子里面 虽然说是他不是第一男主角 不是最拉风的人物 但是他的表演 其实也是非常扎实的 这部片子 另外有个小滑絮 就是说他在拍摄过程 其实也是非常短的 这部片子的拍摄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可怜的东西 在做后期制作的时间 就拍摄结束了 就是因为这个演员 因为这些人都在这边 来都来 对都在这边 另外就是特别扎实 这些演员的话 自己可以吃这些人物 其实不需要很多这种 像什么direction方面的东西 导演方面的东西 去临场指导 这些演员 其实都可以临场发挥 把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演绎出来 所以说这个东西 其实就像一个 就是什么 什么夜约爱好小项目一样 就是 而且呢 就是可怜的东西 因为完全都是在 蓝屏环境里面拍出来的 所以说他就可能是 非常养 希望能够拍全部实景 所以说这个片子呢 基本就是全部实景 很快的就 很 很 怎么说呢 制作成本指定不会特别高 特别养的是那个 威廉达福 在那部片子里面演 Emma Stone的爸爸 然后又是性方面无能 但是又非常想得到女儿 在这部片子里面呢 他就可以做到了 完成了自己 在电影人物上的一个梦想 对 第三集的时候 他是一个 一个邪教的领导人 对吧 那个邪教的感觉 好像是大家相互之间 都不可以怎么样 只能是跟这个教主发生关系 就在教友中可以 就是在这个教里面 你可以和这些人发生关系 但是不能跟教外的人发生关系 如果你跟教外人发生关系的话 你就等于是被污染了 然后就要逐出教的这种 对 而且还是不能 不能喝外面的水 对 只能是喝教里边准备了一个圣水 所以导致说 他们到哪里去都拿这个水瓶 这个水是有教主的眼泪的水 是的 所以说可能是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功效 就是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说实话 这种类型的片子是属于我的菜 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对这类型的片子就特别感兴趣 以前刚到悉尼的时候 悉尼有很多 叫什么art house 艺术类型的电影院 专门播这种片子 那个时候我住的地方离这种电影院不远 所以说经常去看这种 就是非主流式的电影 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 你就看小电影 不要说那么文艺好吧 有些片子其实就是一点皮肤都不漏 买了票之后 我觉得特后悔 这部片子你就满意了是吧 但是这种片子说实话 确实是第一不能天天看 它也没有那么大 伤身体 对伤身体 累手啊 第二就是说它确实看起来挺累的 像这种片子 我觉得特别是这种 就是几个段落 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这种片子的话 绝大多数在商业上都是挺失败的 像什么云图 像什么就是 Magnolia 对对对云图也是就是几个演员 就这几个演员 演来演去演不同的故事什么的 对对对 就是这类片子它都是属于电影人自己有很强的梦想 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 但其实你真做出来的时候就非常不讨好 因为对观众来说特别累 它就是不太容易赚钱 真正想赚钱的话 按照这种格式拍出来的片子 像黑色小说真爱无敌 再加上上什么Sin City第一集 就是类似这种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不能反复的去使用同一个角色 因为这个就是给这个片子增加了一个门槛一个难度 像他拍这个类型的题材的话 还比较类似于像什么黑镜 爱死机这种非常挑战人性的过度分析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适合某一个类型的观众群体 但是也不能说的一口气看三集 这个真的是压力非常大 我就觉得作为一个anthology的电影来说的话 这个是比较吃亏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一步一步消化 电视剧的话 有些人是喜欢就是一口气把所有的电视剧都看掉 但是大多数电视剧出来的话是一周出一集这种 对吧 你每一集看完了以后有一定的时间去消化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个消化过程其实比看电影本身还要重要 你就有很多想法是在你看完了这个电影 你闭上眼睛去思考的时候出来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个故事结束了 马上你要进入第二个故事 特别如果在电影院里面看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选择暂停的 你就必须再继续看下去了 那你就失去了去思考的时间了 我觉得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这样的故事的话 我情愿他就是拍三个短剧 然后让这种网费每周出一集什么 我可能把这个长度稍微拉长一点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 因和结果不是很明显 就是他为什么就是受这个人控制 是这没有解释 是不是 那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也没有解释 他后来跟Emma Stone 就第一集里面后来跟Emma Stone又怎么样了 也没有解释 这种东西就是让我觉得不满足 但是我觉得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其实倒是挺满足的 第三个故事他就玩了一个 其实这个故事跟RMF一点关系都没有 最后就补了一个RMF坐在那边吃三明治 然后就是把酱喷在了衣服上 然后就是点击了RMF再吃三明治 其实这个故事跟这个名字和这个人物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还是有点关系的 RMF的这个人物 就是你得解释清楚 因为没看这个片子的朋友 可能就是听得一头雾水 RMF是这部片子里面 三个段落里面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 是被同一个人演的 这就是为什么最开始这个片子 在还没有有正式名字的时候 这部片子暂时被命名为RMF 因为Yorges自己就想把这个片子叫RMF 这个人物在第一集里面 是一个准备被创死的人 在第二集里面变成了一个救人的直升飞机的一个驾驶员 到第三集里面 第三集的话应该是邪教寻找一个可以让人起死复生的 这么有超能力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邪教一直让埃马斯顿去找这个人 那么当找到这个人之后 在那个停尸间里面 那个半昏迷状态的天选之子 其实是把手放在了一个RMF的死尸上 RMF活过来了 那么这个RMF其实就是在第一集里面被撞死的 所以说你要这么想的话 这个片子看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因为人物人物关系什么的都是新的 每个段落里面都是新的 但是这个RMF其实这个人物的存在让这三个片子 就是非常非常松散的联系在一起了 最后他还是有个时间线的 就是第二段是在第一段之前 在第三段是在最后 是这样 但是这个并不重要 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第一集他为什么要去 就是找人要去撞这个RMF 就没有介绍 我就完全搞不明白这一点 你知道吗 动机在哪里 其实我也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 就这个电影 就是三个片段开始之前的话 他就放了一段音乐 是一个段流行歌曲 好像叫什么 忘记叫什么名字 反正他有句歌词就是 some of them want to control you some of them want to be controlled by you 是吧 对 反正就是说这个故事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就是去 去控制他人 那这三个故事 其实说的都是这个话题 除了性以外就是这个话题 对吧 主要的 我觉得第一部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部的话 JC Plattman是第一男主角 就是基本上他就是关注点 我们最开始看到的时候 就是说发现这个人 他不能创 他被通知 被命令 要去创这个车 把这里面的人撞死 而且那个人其实拿了钱 他是知道自己会被撞 对 但是为什么就是不知道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首歌我想起来叫Sweet Dream 对 然后就是说这个JC Plattman 就是他就是去撞了 但是其实撞得很轻 因为他就是其实是 还是不想去撞人 然后我们在他跟身边的其他人 交往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人其实是 一直都是听他边一个老大的 就是大夫人 老板就是 老板一样的 就是他所有的事情 都是被人家控制的 包括他当初找老婆的这个过程 包括他的工作 他吃什么东西 他在自己家里面 就是跟自己老婆的性生活 什么的 都是被这个老板控制的 然后就是说 你跟着他这个视觉走的话 就是觉得他应该是 想要挣脱这个控制 但其实最终 他挣脱了控制了之后 发现他老婆也没有了 然后老板也不搭理他了 他身边的人对他都不关注 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他任何注意力 然后他就是想找这个工作 想把自己的工作 事业什么 往前发展一步 发现其实这些东西 也都是老板替他安排的 他其实自己连工作和事业也没有 他自己是一无所有 他不是想去挣脱这个控制 他是怕死了 他就是通过了这次去撞车以后 他怕死了 他不敢再去尝试了 他还是很想听威廉达夫 他的话 但是他做不到再去撞这个事 就是因为他拒绝了 控制他的人的这件事 指令 对 就是导致了他失去了一切 就是他连他自己家里面的 开门密码什么的 都是他老板帮他设置的 老板要来他家里面 送他一个礼物 就直接放在他家里 老板觉得你对不起我了 我要把这个礼物收回了 就在晚上他睡着觉 他就老板直接进来 他房子里面 把那个礼物给拿回去了 就这样 就是他对他自己身边的一切 没有任何的控制力 那他为什么 那么愿意被这个老板控制 就是说甚至他想挽回一切 回到这个老板的控制范围之下 对吧 他所以最后就是就拼命的 把这个RMF 从医院里面拉到这个路上面 然后用车碾了他两个回 是吧 就是要证明给他老板 你看我终于把他给弄死了 然后他老板也是很满意的 说我就相信你肯定做得到的 然后最后就跟老板 老板的女朋友三个人 就一直在这个沙发上面了 对 三批了 就这个感觉了 就说他是不是想摆脱控制 他是想回到这个控制中中去 甚至他发现 他认识的这个女孩 Emma Stone的这个角色 是他老板的 就请过来 对 就是就来取代他的 作为下一个玩偶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RMF 为什么在医院里面 就是其实是Emma Stone 把他给 也没把他撞死 但是把他撞成重伤了 所以两个人都在医院里面了 看谁下手狠 对 我是对 就在这一点上 我就是可能是我的理解跟你有一点点不同 我得以为就是说他老板终于是控制他让他去这辆车 做了就是到了一个他自己无法做到的地步了 然后呢他就是其实他在心里面是有这个反抗的这个努力的 这是为什么他到了他非常愤怒的时候 他到家里面 他要告诉他老婆这些事情 偷偷给你下药 这些东西都是我老板告诉我 让我这样做的 这样的话把他老婆给气走 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自己 其实还是觉得有了一个 现在可以摆脱控制的 可以自己做决定了 过自己的人生了 其实这也是他暗地里面 或下一世里面想要的 但他真正得到了自由了之后 他发现其实他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享受这种自由 他做不到 而且就是说其实还是回到被控制的环境里面 一切都把他安排得好好的 然后觉得自己又有爱 自己身边又有注意力 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舒适 就感觉好像是他在这个笼子里面 等他真正出去了之后 其实他又觉得笼子里面更舒服 然后他才会想回来 真正让他刺激他让他回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发现他认识的一个新女孩 其实是老板下一个控制的玩偶 就包括那个网球球盘嘛 就是他老板拿走了之后送给了这个女孩 然后他会偷偷跑到那个女孩家里面去 把这个拍子给偷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突然之间意识到 他就是说已经没有回头路客走了 又忌妒又恐惧 这个时候他才会真正走到了下一步 把这个RMF从这个病房里面拖出来 扔到这个停车场里面转两圈 压得死得透透的 然后这回就得到了老板终于接到他 让他回来 就是这个片子对于我来说 就这个章节对于我来说 其实讲的就是当一个人没有对自己人生控制的这个能力 那么等到你真正走出了这个被控制这个区域了之后 其实你真正想要的还是回到这个控制状态中 就感觉好像有很多人在监狱里面活了50多年 等到出来了之后 觉得其实世界上最舒服的地方就是监狱 还想回到监狱里面去 跟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然了这个就是相对来说黑色很多 对我就想问就是你看完这个片子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很想被人控制的这种人 有呀 我跟你说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例子 就是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就是说他喜欢的女生是一模一样类型的 就是说他喜欢的女生就是那种控制性很强 然后家里面什么事情都是人家做主的 对他又打又骂的把他全全拿走 然后就是不停的在abuse他的这种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觉得他就是喜欢这样 虽然说他表面上他会觉得 哎呀我不喜欢啊 我老婆对我什么什么也不好啊 这个事情也不让我干 那个事情也不让我干 每次到他家去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这个口角 然后就觉得非常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作为客人在他家里面 看着他们两个人在你面前吵架 你这个饭也吃不舒服呀 所以说我们最后就是不得不跟他 就是拉开距离了嘛 然后呢最终他跟他这个女朋友分手了 然后我们又张开我们的怀抱让他回来 然后就是安慰他啊 让他再继续找其他女朋友什么的 他过了一段时间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继续打架 然后我们三四段感情就基本上都是一模找一模一样的人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他其实在感情上面 他其实下意识他寻找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就这么理解吧 我的理解可能更像是青春期的一个小孩 就是好不容易摆脱了可能是父亲的这种 很严厉的这种控制嘛 对吧 但出去以后他发现他自己什么能力都没有 是吧 就像这个Jesse Plainman 他起来了以后发现他前一天晚上吃的东西都在床上 就是很没有生活本领的这样一个人 如果不是他老板是每天写小纸条控制他 你早上起来跟你老婆做爱 然后你老婆给你做什么东西吃的 然后你几点出门几点到公司 每天给他写小纸条的 是这样控制着他的 突然之间没有人控制他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生活 所以很多这种青春期的小男生有叛逆心格 想叛逆就是离开家庭的控制 但是出去他痛了墙壁以后 他回来以后他还是就会愿意被自己家里人控制的 觉得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是容易嘛 对对不对 因为你被控制的另外一面 就是说你也被提供嘛 对不对 人家安排你各种各样的事情 吃的东西 穿的衣服 到哪里去旅游 过什么样的日子 生活质量什么 都是已经给你提供好的嘛 所以这个东西是确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有些时候你想独立 你想自主 那你要做好独立自主的这个代价是也是随之而来的 这个是都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看完这个电影 然后慢慢聊这个东西的话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但是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看完了这个故事 马上进入第二个故事的时候 你的脑子来不想这些东西的 是吧 对对对 需要一个沉淀的时间 而且这种东西说实话 真的是就是说在跟朋友在一起聊一聊这个东西 让你脑子里面能打开 第二段 第二段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 这个老婆呢 剧情是 她特别喜欢她老婆 她曾经跟她自己的好朋友 就是两对在一起 四手连弹 对不对 这是 属于是非常 四手连弹 这个字不错 非常精彩的一段 对吧 但是这个老婆可能是出海 去做什么海洋上面的研究什么工作的 然后就一段时间不回来了 然后有一天 这就表示就是说 她作为一个警察 这个JC Platt 就换成一个警察来演了 非常非常失望 天天沉浸在失去老婆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精神都快有点问题了 有一天呢 支撑危机突然之间把她老婆找到了 跟其他一些跟老婆一起出去工作的人呢 一起被带回来了 她老婆是唯一一个感觉好像是没什么事的 身体上面没有任何具体的创伤 很快就恢复正常健康了 那么回家里面去 然后她就是觉得这个老婆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了 然后呢 就是通过自己对老婆的折磨 她怀疑老婆其实是外星人啊 或者是被什么其他的灵魂附体了 反正总而言之 是不是她老婆 对吗 然后呢 她给老婆下了各种各样的套 但是她老婆呢 仍然非常爱她 仍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听她的命令啊 最后到了把自己的身体割开 把肝割出来给她吃这个地步 最后终于把自己给弄死了 那么你说就是在这个人的世界观里面 最后的结尾呢 是她下楼看到自己 就是因为她说要吃你的肝嘛 然后Emma Stone作为她这个老婆呢 最终把自己的身体划开 肝掉在地上 那个场景很血腥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她把这个门打开 她这个Emma Stone的门口又走进来 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你觉得那个地方具体是一个什么 具体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这一章 就这个故事整体是非常夸张性的 所以你很难去断定 这个东西到底是她 已经是产生幻觉了呢 还是 就是其实是跟她预想一样的 就是她 就是回来的那个女的 根本不是她老婆 最后是她老婆回到了这个家里面 因为这个导演的风格啊 什么的 一切的都告诉你 她是比较疯狂性的 所以你很难去判断 这个东西到底是她疯了还是 就是她精神有问题嘛 她精神绝对是有问题 绝对是有问题的 对 但是最后这个东西 是不是她精神有问题 所幻想出来的呢 你也说不定 因为她 她回来的这个老婆 也是挺奇奇怪怪的 就是特别是她站在那个屋子外面 和William Defoe 也就是这次是演她的父亲 她说的那段话 也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她梦到 她活在一个狗是人的世界里面 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 她本来不喜欢吃巧克力 但是这个地方 只有巧克力 是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那她觉得 你与其去吃一个 就是资源越来越少的东西 不如去吃一个资源不尽的东西 所以她就喜欢上吃了巧克力 所以她回来了以后 JC Plummer就觉得 我老婆以前从来不吃巧克力 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吃 这个巧克力蛋糕 然后又发觉这个女的 好像脚的尺寸 跟我以前老婆的也不一样 鞋子穿不尽 还是怎么的 反正 就各种各样的疑点都出来了 然后老婆做爱的时候 要她穿着警服 要拿棍子打她 她才觉得刺激 然后她觉得 她以前老婆不是这样的 虽然她以前老婆也是很开放的 是吧 都玩死P的 都四手连打了 所以 这东西是挺多的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还是说到的一部分 也是控制和被控制的 是从家暴这一块 从身体上面的家暴 就是她明显她打了她老婆 但是她说她老婆自己打自己 是吧 这个上面是有一定的 第二个就是精神上面的这种 这种虐待 就是她一开始 要不她老婆把一个手指搁下来给她吃 然后 她老婆居然去做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不正常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 非常夸张性的这样一个故事 是吧 对 然后她老婆把这个手指搁上去给她吃了 然后她又 后来又说 哎呀我根本碰都没碰 这个太 对 这个太恶心了 没法吃 然后就喂狗了 然后接着她说 你要不你把你的大腿给我吃了吧 或者你的肝给我吃了吧 补补肝吗什么的 补补铁什么的是吧 对补铁 然后 这个女的又为了表示她爱她 真的就是自残自己 我知道就是导演想表示 这个男女关系中的就是为了表现爱 而去牺牲自己的这种被虐的 被控制的这种人物关系 但是这个故事表示也太夸张了 我就觉得 夸张是当然的 对 就是真的就是疯癫和现实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区分了 很多时候 对因为像 像这个导演 他的片子就包括以前像什么宠儿 和这个可怜东西 其实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会拿非常现实 非常真实 会非常写实 这种题材去做他的电影 电影内容和背景 他的东西其实都是夸张到已经诡异了的程度 就是非常非常黑镜 可以这样说吧 但是呢 就其实因为这个东西过于犀利 过于过于太过分了 过格了嘛 所以说他里面后面体现给我们这种东西 其实是属于一种预言式的东西 这种预言式的东西跟真实东西穿插在一起 始终让你会觉得 我好像感觉出来一些哲学方面 就是他想要讲的东西 但是呢 又吃不太准 总是在这种 模棱两可之间来回摇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片子 就是感觉好像看的时候 或者讨论的时候 玩味性非常强嘛 因为他并不能把这个东西 说得非常清晰的给你 所以说让你 就是觉得你在理解上面 你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那样理解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是有几个小细节 我脑子里面是记得住的 第一呢 就是说当这个夫人回来了之后 这个夫人有很多回忆上面的东西 是黑白片子的 包括他在这个岛上 他有一个镜头是 他在岛上他吃肉 火烤了的肉 然后前面的是一个黑色的靴子 那个靴子应该是他同事的脚 这意思就是说 他把那同事的脚切下来之后 他自己烤了吃了 这是为什么他同事回来了之后 营养不健康 身体非常非常差 但是他感觉好像在健康营养方面 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两个同事 是已经完全失踪了 根本找不到了 已经就是假装是推断性死亡了 是这种的 你可以理解可能是 其实最终都吃进了他老婆的肚子了 那么就是说他老婆 如果是走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就是体验的话 就是生存体验的话 那么可能是回到现实生活中之后 精神上面确实是有了一些变化 这个是可以推断 就是我可以理解的 也是推断的出来的 没法理解 可以去推断 但是没法理解 然后就是说 作为JC Clement这个老公 他可能是一直是有这种家暴 或者是有这种 强迫性控制自己老婆的这种方式 而且他老婆跟大夫叔说的那个话 其实那意思也是 就是说表示 我还是非常爱这个老公的 虽然说这个老公的 很明显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但是因为他是我现在有的选择 所以说我就要把这个选择维持住 我不会去离开他 去找一个更完美的人 所以说他决定是 就是不管他老公如何要求他 他也会去迁就 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了比较极端的过程 比如说切手指 有划杆出来 这有点像格林什么 手握的女妖那样的 就是一个手指头 一个手指头的割 感觉不出来 他会割手指头 但是最终等到 第一个手指已经割完了的话 可能是要求他割杆 或者割大腿的时候 你可能知道 这个最终是一定会发生的 我觉得 这个就是 这两个故事 我都是没有办法投入的 就是我不相信 人会做这样的选择 就那个格林女巫 割这个自己手指头的 那个片段也是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些人的思维 过于荒诞了 对 就对我来说 你这故事太夸张的 这个情况下 虽然你想说一个 很好的这样一个道理 关于控制与被控制 或者是家暴 这些话题 但是你做的太夸张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 很认真的去 听你说这个话题了 所以这点 我觉得他是 可能是做过了 或者是如果是 他只是让你看这么一级的话 可能你会因为这个东西 过于沉重 在你脑子里面会得到 就是有一个很强的 一个重音和一个印象 那么你花很长时间 去消化它 去理解它 去思考 到底他想说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说给你很 很过分的这些情节 但这个东西可能是 并不影响你对后面 他想要带来的 这个信息的理解 但现在时间太短了 你可能就是说比较 更注重的是 屏幕上面 就是情节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最后呢 我的意思 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这个老公呢 就是把他 因为他始终觉得 这个老婆不是他真正的老婆 所以他通过各种各样 无理要求 最终把这个老婆逼死了 这个时候呢 在他脑子里面 这不是我老婆的人 终于挂掉了 其实他想要 就是需要的老婆 或者是他脑子里面 老婆的形象 是他自己脑子里面 脑补出来老婆的形象 因为有一段时间 老婆已经不在家里面了 所以说他的 对老婆的各种各样的思念吧 让他觉得他老婆 其实已经是一个 跟自己现在看到了 不一样的人 所以说当他把这个 就是现在回来的这个 夫人呢 给逼死了之后 他又可以回到去 思念他老婆的 这个精神状态里面去 这是为什么门开了 那个埃马斯东又回来 我觉得那一段 其实是他脑子里面的幻想 或者其实是一个 预言式的一个表达 是他脑子是肯定不正常的 他就是作为警察 他上班的时候 就是去 那个头发 不是就是那个 拦下了别人的车 然后说人家的手机 是他的车 是杀的手机 然后还开枪 打了那个人的手 然后还过去舔 那个人的手 这绝对是不正常的 而且他有一个 明明是 他是施暴者 但是他总把自己 作为一个受害者的 这样一个态度 就是说他觉得 他老婆把他手机给偷了 藏起来了 藏在哪了 然后他老婆说 不会啊 你放哪了 我们找找吧 可以找到 他说就是你藏起来的 甚至他就看到 那个人的手机 他说 这是我的手机 你认识我老婆吗 什么什么的 你这个手机从哪里来的 他就觉得 后有一个很大的阴谋 在谋害他 但其实他是真正在这边施暴的这个人 但是 他这个老婆也愿意就是被他施暴 就是哎呀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东西 你是理解不了 第三段你说你理解的比较容易的 就是因为这个剧情方面 至少是从前往后发展的过程 相对来说更合理化一点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这个整个故事的结构是更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之前我们看这个周楚三害 也是这个邪教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种话题可能我们就 他只要一说 我们就基本上就了解了 是这么一样一个情况 然后他们要去找这个救世主 这种东西也是就挺常见的 所以这个人物的动机 这个邪教的动机 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是可以去代入的 前面这种很莫名的 要把自己手指割下来 来证明自己的爱 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 愿意去受虐 这种东西 我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理解的 就只能这么说 那么在这个邪教里面 他们也是被控制的 对不对 就是说他们也是愿意被控制的 所以这个还是 整个主题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里面体现的 就没有那么夸张性 我虽然觉得这里面有这种超自然的这些能力 这些东西出现 但整个故事来说 人物性格 包括他的前夫 就是他作为一个老婆 他加入了邪教 跟自己家庭分开什么的 他的丈夫想把他挽回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人物的动机什么的 都是挺明显的 就是挺容易去理解的 至少在这个故事里面 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深邃 对了 有一个细节 像彩蛋一样的信息 就是我们先说一下 不然一会就忘了 刚才你提起来关于邪教什么的 这个片子里面有一个女生 唯一一个主角循环出现的女演员 但是她没有得过奥甲的提名 她的名字叫做Margaret Colley 在第一集里面是老板身边的那个女生 老板女朋友 对 老板女朋友 对 第二集里面 她应该是 就是她的四手联谈里面的 那一对夫妻的老婆 对吧 这个女生呢 上次我记得看到她的时候 是在好莱坞网室里面看到她的 就是那个坐在车里面 然后脚放在那个窗上面的 对那是Margaret Robbie 那不是她的脚 Margaret Robbie的脚是放在那个电影院椅子上的那个 对 她坐drive picture 然后脚放在那个上面的 对 所以说她就是 她其实也是 那个片子其实也是讲关于邪教的 对吧 她在那个片子里面 其实也是邪教 就是被控制的女生成员中的一个 但这个有点说远了 第三段的话 我觉得第三段其实是 也是挺有 挺有 就是说到的 因为呢 Margaret Robbie这个人呢 在这个片子里面 他其实就是 邪教是给他一个 就是精神归属 让他感觉好像是属于了一个团体 有一个归属感 但其实他是一个 更想要寻找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救世主的这个 人的 嗯 这个这个目标在他心中 更重要 因为邪教的 就是派他和Jesse Plumens 这两个人算是工作拍档了吧 现在就是不是男女朋友了 出来的话 其实就是为了找这个 可以 就是起死回生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这个邪教呢 试图把这个人找到 然后把这个人呢 塑造成救世主 对吧 然后特地为他做了一个船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等着找到这个人 把这个人放到这个船上 变成这个邪教的一个财产 或者是一个崇拜偶像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 埃玛斯东这个人物呢 就一直去找 然后呢 通过你再看到他这个 过程中呢 你可以理解到 以前呢 他老公其实跟他的关系 也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他老公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PUA的 这么一个人 控制性非常非常强的 这么一个人 就是包括对他进行撒谎啊 虽然你看那个女儿等 你也等了很久啊 然后女儿脚受伤了 什么 但其实女儿脚并没有受伤 那他知道 如果他这样说的话 就会把埃玛斯东这个人物的 注意力吸引到 因为他还 毕竟还是一个母亲嘛 对吧 所以说埃玛斯东 你可以了解 可以想象的 当初这两个人的 婚姻关系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埃玛斯东 会离开这个家庭 离开自己可爱的女儿 去投身邪教 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他在家里面得到的 这个家庭生活的 这个质量和 被控制的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他来说 是无法忍受的 他在邪教里面呢 基本上是找到了 自己的伙伴啊 什么的 但他其实真正的理想 其实就是帮邪教 去找到这个崇拜偶像 那么最终他终于 找到了崇拜偶像 但是这个时候 他已经被邪教 一脚踢出门了 这个片子里面呢 有一个特别 就是特别亮的车 一个紫色的一个跑车 每次在埃玛斯东 开的时候 都是做一些非常 疯狂的飞车式的 这个动作 我觉得其实呢 通过这些细节 车这个细节 比如说爬车啊 或者是开到街上去 然后左转弯 就是做这种 飞车特技一样的 这种东西 体现出来 他性格里面 就是有一些 非常非常压抑的东西 他还非常希望 能够释放自己 精神上面的压力 就是通过开车 能够看得出来 他在就是精神上面 是这样一样的 精神活动 但是他做事情 你看不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在这一点上 对他这个人物的 就是性格研究 是第三段里面 最有意思的 对 而且就是这个人物 是很有手段的 他为了去接近 那个兽医 马路上弄了一只狗 然后特地把那个狗 弄伤了 然后带他去 去去见那个兽医 就很有手段性的 然后呢 就是说 看到这个片子最后呢 就感觉好像是 虽然说他被斜角 踢出一脚踢开了 但他最后终于 找到了这个救世主 对吧 这个可以起死回生的 这么一个人 有起死回生能力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其实他在那个 就是 就是小兽医院门口 在那跳舞的时候 已经出字幕了 对 感觉好像这个片子 已经到此为止了 但是呢 他把这个人放在车里面 他继续开这个车 然后最终出了一个车祸 这个救世主呢 被他自己给灌死了 就是救世主 因为他是昏迷的嘛 所以说车后座上 然后没有系安全带 就是他车一下子 撞到这个电线杆上的时候 这个救世主 直接从后面 飞到前面来 然后脑子冲破了前面的玻璃 就死了 有起死回生能力的人 没有办法救自己 结果这个人就死了 就是白白 花那么大力气 去找这个 找这个人 看那一段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 昆丁有一个片子 叫B-Movie B-Hou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Grand House 对 然后他那个Grand House 是两部片子缝在一起的 第二部 Death Proof 对 前面花了好长时间 去铺垫 说话 一个男的跟三个女的之间 如何说这个 但其实Build 大概四五十分钟 一个多小时 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场车祸 对吗 我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昆丁的那部片子 就是觉得感觉好像是 花了这么大力气 最后就给我看了一个撞车 就拉倒了 但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 体现了一个宿命论方面的 一个思考吧 就是其实你花这么大力气 做这么大事情 其实都没什么卵用 我是挺 就觉得这个 双胞胎这个戏 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的双胞胎姐妹 为了完成他做 救世主 自己把自己给弄死了 因为他的一个条件之一 就是他的双胞胎姐妹 一定是去世了 他才能做救世主 所以他们一开始 没有把他当为人选之一 因为他很明显 他的姐妹还活着 对吧 就不相信 但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们从来没有跟双胞胎姐妹 说过一句话 但是双胞胎姐妹 有读取人内心的功能 就马上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要找谁 对吧 他直接就过来来搭话了 你应该去找我的姐妹 是吧 就开始 就这个 我就觉得做得很好 就是说 他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你就知道 这对双胞胎 都是有特别能力的 一个可以读取别人消息 一个是可以治疗人的 但是那个双胞胎的姐妹 知不知道自己是可以治疗人的 她知不知道自己有这个超能力 你觉得呢 我觉得指定是知道的 是吗 指定是知道的 因为她毕竟是自己 我觉得是第一次 当这个妹妹跑到用池里面去 用池里没有水 自己跳下去 直接就把自己脑壳给灌开了 脖子摔断了 但是最后呢 就是当她姐姐 把她带回到家里面 到屋子里面去的 在她父母回来之前 这个人就没事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知道的 就是这个姐姐 其实是有起死回生能力的 包括后来 她给这个狗治病的时候 她把这个 做了很多普通 兽医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包扎呀 用药啊什么的 还给了她各种各样 其他后续的东西 但其实那个人知道 这个伤口 等到你从这个店出去的时候 这个伤口指定就是 会复原了 所以说我觉得 她指定是知道 只不过就是说 她仍然是努力在保持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她并不想把这个东西夸大 但是她知道 应该是知道的 那如果她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 那么也就是说 她姐妹有知道她有这个能力 那么她姐妹知道 她的姐妹想保持做普通人的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把自己的姐妹出卖给了这两个邪教成员呢 这个我没有过多的思考 对 我就觉得这里面就是很有戏在这个里面 其实 对 因为妹妹的话 是做这个努力的 姐姐并没有做这个努力 对 我想是不是就是说 她就是因为 她的姐妹小时候就救过她 她就觉得 她的姐妹不应该做一个平常的人 应该去做一个大英雄 应该去做一个救世主 所以她情愿牺牲了自己 帮她的姐妹去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对她来说 我可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 就应该已经死掉了 对不对 是我的姐妹让我活到了现在 我为了去报答她 让她做圣人 所以我要现在去牺牲了我自己这样的 这段里面 我觉得这个双胞胎的人物设计 是挺有意思的 对 我是挺同意你说这个话的 因为很明显 这个姐妹两人相互之间并不交流 对 就是妹妹做的事情 姐姐完全都不知道 而且就是妹妹 如果是这么多年 一直想要把姐姐 作为救世主这个地位 把它固定住的话 姐姐其实也是拒绝的 他们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很明显 就是说互通啊什么的 没有这个东西 包括双胞胎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双胞胎的话 你会完全不理她 很长时间不跟她说话吗 我觉得对于普通兄弟之间 有很强的隔阂 这有可能是一个可能性 但双胞胎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会 就是怎么说呢 更紧密一点 甚至是当成一个人来活 是吧 那也有可能 就很明显 这第三集的话 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潜力 但是没有挖掘出来 那么这片子三段的话 我们你看一拆开说的话 就说了好长时间啊 老张的聊完了这个片子之后 会让你对这个片子有一个 就是不同的看法和改观吗 说实在的就是 我们既然这样聊一下的话 这部片子可能在我这边 稍微分数会往上拉一点 但是我看的时候 这个观影体验真的是不好 这就说有一所谓 就是观影体验是不好的 但是当你看完这部片子 回去重新去想一下 或者在网上看一些这种评论 这些东西的话 再去琢磨一下 其实还是有点味道的 我最终给这部片子 还是打个钟吧 我觉得我更希望是看 三个更完整一些的故事 分开作为三个 三个就是比较完整的故事 而不是把它硬凑在一个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段里面 凑成一部大电影的这种感觉 对 我给这片打分是凉 但我觉得这片子主要的问题 其实跟你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这部片子里面的东西 其实每一个章节 都可以把它再增加30分钟 从50分钟变成80分钟 变成一个独立成章电影 特别是像第一段 对吧 我们以前曾经看过很多 其他的电影 就是说其实也是属于电影 世界观设计非常诡异 或无厘头的 但它其实带来的是一种 不一样的语言 包括像发条城 Movie 43 43不行 那个是爱不起来的 但是像发条城是一个 另外有一个叫做enemy 是敌人 是Jack Gyllenhaal演的 就是最后好像是变成个大蜘蛛 它打开屋子的时候 里面是一个大蜘蛛 就给你感觉好像完全不理解 这个片子到底想说的是什么东西 但其实你仔细思考的话 这个片子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暗线 带给你 它想要告诉你的东西 就是不是特别表面 而是非常深邃在后面 就是你需要去理解 去沉淀去思考 才能够理解这个片子怎么回事 这种片子毫无例外的 就是票房上都是非常惨不忍睹 因为它想说的东西 就是没有办法爆米花 爆米花性太差 对吧 但是像这个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片子 我觉得 或者是把它分成三个单独 独立成章的电影 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来源 有来龙有去脉 就让你看的时候 会理解很多东西 比如像第一章节 像你反复提的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最开始的时候 开始依赖这个老板 那之后会怎么样 就是还会有这个兴趣 希望能够更多知道一点 这个片子里面的东西 但是现在因为篇幅的原因 你就失去了这些细节和机会 变成三个独立成章的电影 可能是最好的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三个 说成一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是不能变成 三个独立成章的电影的话 你把它变成一个短系列 这样的话 我们再看第一集和第二集之时候 之间呢 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 就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现在把它压成一个片子的话 我觉得对观众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 这个已经不是门槛的问题了 感觉好像进了健身房一样 对就第一集就是最后Emma Stone怎么了 就是说他如果回到了这个控制中 回到了这个控制里面去的话 那么威廉达夫还需要Emma Stone Emma Stone这个角色躺在医院里面 他的后来是怎么样的呢 他有没有发觉他的钥匙不见了 他如果发觉了钥匙不见 他会第一怀疑是这个Jesse Clement偷了他钥匙吗 回到家里面发现那个网球拍没有了 他会不会报警 就是这些东西就太多疑问了 就后面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样 就没有说完这个故事整个就是 对 而且就是有一说一就是 如果不是要做节目讨论这部电影 我当初看完这部片子 以那个时候的观影体验 我绝对不会想去花时间 去思考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相信就是一个大众观众 你如果观影这个电影体验差的话 就是不会去想那么多了 所以我看豆瓣上面的分数也非常低 就6.1 对 豆瓣上面的分数是6.1 然后MDB上面的分数是6.7 这都是不好的 烂番茄上面的话 影评人士评分就是很拘谨的给了72% 现在他这个audience score现在变成叫什么 48嘛 爆米花指数了对吧 48其实也是不及格的 并不仅仅是不及格 也是这个导演在最近这些年 从2005年以后 就是爆米花指数最低的作品 这主要原因我觉得并不是电影的内容的问题 而是这个电影的格式和它对观众的要求的问题 还是那句话 就如果把它变成像黑镜一样的话 你就不会去考虑三集连着一起看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就是沉重程度 和对你的脑力烧脑的这个程度的话 其实被单独的黑镜的一集 就是每个章节比黑镜的一集来的还要高 你连看三集黑镜的感觉 其实是非常非常累的 这个片子只有更累 所以说对于观众来说非常不友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做出来我还是挺喜欢的 就是不能看太多 好了说完这部比较沉重的片子之后 最近我看了Terminator Zero终结者零 这个也是包子你推荐给我的 是网飞上面的 然后它是一个日本动画格式的这样一个作品 我看的是英文的 国内有些小朋友说他们看的是日文版 英文对整个英文 我感觉就是翻的还是比较生硬的感觉 因为我看的那个英文版的下面字幕是中文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英文配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是很多地方 它就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然后录出一句法课 就是来加重 好像这个片子是阿吉的 或者是就是你看我们说了那么多法课 是不是 这个东西是成人的动画片 就是要想强调这个 但是你把这些法课全部去掉的话 根本不影响这个剧 对 我整个看下来 说实在的 我对终结者这个整个系列 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所以当包子说 他想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去看了一下 但是我没有抱任何希望 看完了以后我也觉得 好像没有很多想让我继续看下去的这个东西吧 我不知道包子你看完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的起点是好的 就他想讲的东西已经从这个John Connor 和这个Cover Connor这个故事线分开了 他讲的是属于日本的一个同时间的故事线 那么当这个美国那边的 就是judgment day 就是什么审判日这个事情在发生的过程中 这个人是从未来回到从前 然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 研究出来属于自己的一个AI 然后这个AI机器人 其实在理论上来说 他做这个机器人 是为了跟天网的人工智能对抗的 那么现在想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当天网那边已经发生了 审判日已经发生了 机器已经开始跟人进行战斗了 他这边的人类仍然在最后一个时间和机会 希望能够让自己这个AI跟人类联合在一起 去对抗天网 所以说像讲的是这么样的一个世界设定 我觉得这个设定是挺不容易的 因为他在天网已经不停地在说了七八部电影了 已经说烂到不可能再烂的地步了之后 在这个世界观里面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故事点 这个是我觉得挺不错的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剧是一个八集的剧 每一集大概四十多分钟 还不短 有吗 我觉得好短 对 就看的时候好像是写三十分钟 但你去掉最后的话 其实也就二十多分钟的内容 一集特别快感觉是 但是我觉得这二十分钟八集还可以更短 它其实没有八集二十多分钟的内容 它在里面有很多拉长时间的这个剧情 比如包括像几个小孩在那个下水道地下沉里面 地下沉里面就花了好长的时间 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电影 或者是上下两集 其实就可以了 就是现在呢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多故事和内容 但是呢 一定要把它拉长 住水住得特别严重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从未来回来的人嘛 就是这个人物的使用 并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值 因为真正呢 就是这个想讲的是爸爸 爸爸是从未来回来的 现在有三个小孩 爸爸未来回来的时候 还带回来一个机器人 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机器人 但是呢 机器人以家庭用人的身份 一直生活在爸爸的身边 爸爸在关注去做这个新的AI 那么这些人呢 在包括重新回来的就是人类战士 加入他们的人类战士 这些人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要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功效 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未来回来 这个女战士呢 她其实就做了一点点事 然后就完了 这些人的战斗力都非常差 所以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觉得特别不爽 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那个终结者做的不酷 长得特仇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长得就是感觉你在看这个 什么釜山型的动画片里面 那些僵尸人那种感觉 有点 以前你不管 因为是真人版嘛 你看到阿诺啊 或者是看液体机器人 甚至后面的什么 Sam Wellington演的 是吧 至少都是挺酷的那些机器人 到了最后 墨西哥的机器人出来 就已经不酷了 所以大家对那个电影 也是没有什么感觉 这集里面就是机器人不够酷 然后他也尝试着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 虽然绑架了长子 但是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点 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在那边的 就他愿意跟他这个长子说话 回答他的问题 稍微有一点就是带入父亲的 这样一个感觉的 但是这个东西又没有展开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系列最差的一点 就是没有给终结者 这个机器人 加太多就是人性化的东西在这个里面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失败的 就是为什么终结者2那么成功 又是他把一个机械的 就是小孩怎么样去教机械 有人性的东西 就像那个Ingian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不对 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是比较吃的 但是在这里面好像就没有往这方面去走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失败的 这个片子就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在有一个特别磨叽的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爸爸跟他做这个机器AI 这个AI还不是一个人 这个AI是三个不同的幻象 一个是不同的颜色 一个是脑子 一个是心 一个是灵魂好像是 对 然后就是说看起来都像嫦娥似的 看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大一长秀的 在这个屋子里面有很多灵魂对话 但这些灵魂对话 感觉好像非常无聊 就在不停的辩论 老实就在说这些 又是伦理 又是逻辑上面的这些东西 对 但是虽然说你感觉好像是 他们在不停的在辩论 但其实要说的东西非常成就 我们在其他的片子里面都已经看过了 就是机器人为什么要消灭人类 在不管是在天网 还是在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影作品里面 就是机器人人工AI 当他得到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后 他就会觉得人类的历史是充满了罪恶的 人类是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种族 因为你在历史上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是不同的战争啊什么的 人类是一个非常有攻击性的就是不爱好和平的这么一个生命体 所以说呢为了维持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最大的就是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人类抹掉 这是为什么AI在任何一个文化作品里面 文艺作品里面要除去人类的一个最大动机 所以说现在这个片子里面 就是花了好多灵魂对话去讲 哎呀人类还是有爱的 人类还是有好处的 人类还是值得救的 但这个讨论其实也在任何一个其他的 就是跟人工智能AI机器人未来末世有关系的电影里面 都已经做过讨论了 这个片子花了好长时间去说一些我已经听过的话 没有任何新的讨论和角度 另外呢 就是当这些城市已经去进入了一个紧急末世 大家自己为自己这么一个状态了之后呢 就是他有很多有一些镜头 比如说他走到一个门口 就是走到一个院子门口 这个院子上面呢 有一个机器人被吊在这里 里面其实人类在反抗机器人的攻击 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呢 作为末世 你也可以安排很多各种各样的局部的故事情节去讨论 人类在面临机器人攻击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人跟人之间能不能够非常和谐的团结在一起 还是人跟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背后插刀 就有点像僵尸爆发的时候 人类也会做非常类似的事 但是你可以把机器人有关系的东西加进去 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去了解一个非常残忍的 非常就是生存压力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人会如何去做 这个有可能是你在看末世片子的时候 你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 这种内容就相当少 所以我对这个片子 我就去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时间很长 但是内容很空 这是我对这个片子的一个 比较失望的一个评价 我是在看这八集的时候 不停的在想 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 到底是什么人种 就是他漫画画的是 非常黑的那种人 对吧 但是他又是叫Mr. Lee 是吧 所以他到底是中国人吗 也不是 然后他好像是就是有种那种黑人的这种画法 但是他又是他又是把他画成日本人 然后他的三个孩子都是日本人 对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日本的 嗯 就让我特别出戏 就是说你在看真人电影的话 你很明显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演员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种 但是日本漫画就 日本漫画就经常喜欢把日本人画成像黑人一样 包括这个灌篮高手里面 那个大猩猩就是这种的吗 是吧 一看上去像黑人的一样的这种人中 所以 所以就是很弄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 嗯 OK行吧 那么这周我们就聊这些 那么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因为上次我们把这个节目 开始放到了YouTube Podcast上面去 然后我看YouTube上面 多了很多的这个点击率 所以应该有不少新的听众加入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 主要是一个音频的这个播客节目 所以除了在这个YouTube这个视频的这个网站上面 有这个音频节目呢 我们还在很多的这个播客的平台上面有我们的节目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种这些播客平台 国内外的播客平台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大话说电影节目 还是像我们每次说的一样 就是最好的方式呢 在多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的节目 这样万一有一期节目 或者是整个节目被某个平台下架了 大家还可以在其他的平台上面找得到 那对于我们讨论的影视作品呢 或者是节目本身 有任何的话题讨论或者是问题 都可以在平台中跟我们留言 不过最好的方式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除了可以在公众号上面 跟我们正式的提问之外 还可以从微信公众号中取得进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 来我们的群里和那些喜欢影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一起讨论电影作品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大话说电影第318期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主播包子 我是老张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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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